你好 你好 我去来送我 聪 聪明 是不是有人敲门啊 洗你的澡 不行 想个办法 有点让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我特地黄黄就醒醒了 开门呢 你好 刚刚明明有人开门的呀 不管了 吃磨 吃磨 反正酒或者给你送到 我放在这里 丢了别怪我 什么鬼 这瓶酒 是给我的 你拍扁我 什么意思啊 这瓶酒给我的 你是让我进去陪你喝酒 不行不行不行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把酒给你送进去 对不对 然后打开对不对 好在我随身带了开瓶器 真是机智 这边 酒给你烹这儿啊 这货不会是人药吧 你的裙子很好看 你怎么穿着我的衣服 原来还有人在啊 你是谁啊 我是做红酒的 那酒放这儿吧 这个 起瓶器也放这儿 原来你喜欢这种啊 我那还有高跟鞋色哇 你要不要摔一摔 你 告诉你啊 你别再碰我 再碰我我给你动错 干吗发这么大火啊 摔一摔 你是 你是 我 我我 我不是 我 你是 迟墨 他当我是迟墨 也好 总比破坏宋九小 在他心中的形象好 你以为我是什么 你 你 你别过来 你怎么了 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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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的事你都看到了 如果你敢告诉第三个人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老婆 救命 你要别疼 听到没有 回答我 听 听到 不要管那乱入的柴红妞了 我们该干正经事啊 我 我 还真是没怎么跟女人玩过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叫我男朋友过来 我们三个人一起玩 是七老不早说了 耽误了我们一样时间 今天这人 真是我的倒霉人 先装完女人 又装鸡老 好 算是今天的安慰奖喽 好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想不到池墨这个人 平时看起来文质冰冰的 竟然是个死犬太 怎么会这样啊 我看 幸亏我跑得快 我手机呢 我手机呢 回答我 听 听到了 一定是落在刚刚的酒店房间了 不行 可是如果那个死犬太还在房间怎么办 可是我手上又没有手机 又没带钱 今天晚上露宿街头怎么办 我不要露宿街头 算了 直接死吧 加油 好聪明 加油 好聪明 加油 速战 速决 速决 原来池墨那个死犬太已经不在了 那我就放心了 嗯 难不成掉下来的路上了 嗯 怎么感觉身后怪怪的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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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哎呀 哎呀 哎哎哎呀 细心 疼 小心 怎么会是你啊 这么多天都不见我 短信也不回 微信也不看的 那我不得找个机会接近你呢 聪明 我都已经跟前女人交两段了 你怎么还不理我 反正你今天是把我吓坏了 差点以为是池墨那个混蛋追过来了 就是给我长得很像的那个家伙 对啊 如果是池墨那个混蛋 我肯定只有拿棍子多打他几下 我狠狠地敲他 难怪我说他最近奇奇怪怪的 已经开始向我献殷勤了 原来是因为他 他跟你有什么丑什么怨 你都不知道 他今天真是 他 他 他怎么了 我不能说 他跟我说如果我输了的话 我会损得很难看呢 他欺负你了 那倒也没有 算了 我们不要说他了 对了 晓晓 你为什么大半夜还在外面闲逛啊 你以为神龙跟你似的 我 我是有点事儿 所以回家晚了 我半路看到一个人影鬼鬼随随 跟你挺像 所以我就想过来打个招呼 但是我刚一上来 就过来了一下 我不管 你得给我吹吹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你知道自从我被坏人绑架了之后 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总是怕怕的 齿梦那个混蛋说什么我被坏人盯上了 所以让我住到他家保护我 可是我现在知道齿梦他自己也是个大变态 我觉得别的坏人跟他比 简直都比他好多了 要不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 我早就劝你离开那个变态家了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直到我有能力保护你之前 聪明 就委屈你先待在他家 我觉得出于保护证人 他也不会伤害你的 你怎么知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了 你 这是什么 这个你随身带着 如果那个家伙敢靠近你半步 你就给他狠狠地来想 电死他 对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这么晚了 不准一个人在外面 听到没有啊 对啊 都这么晚了 那 那我要先回去了 明天还要上班呢 拿着 那个 谢谢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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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啊 你偷偷摸摸在这儿干什么 你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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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路过而已 你们继续 好聪明 你干什么 你个疯女 我说我不了了 我要给你紧云 女佣劳务合同 尚在合约的旅行期内 未经甲方允许 乙方 也就是你 不得擅自撕毁合约 那是你以保护我为由做诱饵 胁迫我现在不平等条约 现在 现在我又不用你保护了 合约自然不算数 为什么不用我保护 因为 因为你是个变态 变态 我宁愿被人跟踪 我也不要跟一个变态天天住在一起 虽然我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合约上白纸黑字 合约上第三十二条规定 甲乙双方 若违反条约 需要向对方赔偿违约金 两千万 什么 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千万 两千万 所以你想搬走也可以 按照合同上赔钱就行 两千万 假如我年纪二十万 我要还上一百年 就算加上通货膨胀以及加薪等因素 我只要也要回到八十岁 那我这辈子竟不是都要赔进去了 想好了吗 赤墨 赤墨 你昨天才发誓说你再也不为难我了 这二十四小时都没过你就反悔啊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哪儿去了 与其相信信任 我宁愿相信合同上的白纸黑字 赤墨 我知道你熟读孙子兵法 熟练掌握各种坑人技巧 会四国语言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还会穿剧便利 算你狠 这跟近身便没有关系啊 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 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影响了他 但他并没有介入你的生活 他把自己也隐藏得很好 看着他并不想打扰你 只想替你分担这么办 是吗 看来你比预期的更活跃啊 我倒是想看看 你还有什么样的化妆 还会给我添什么样的麻 赤墨 赤墨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今年的流星雨的周期比往年的更长 所以我活动的时间也顺带延长了 进来 老板 这儿有一份核桃需要您签一下 老板 您怎么用左手 怎么了 没有 我现在再用左手练字 怎么样 我左手写的字还不错吧 和您右手写的一样漂亮 嗯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我左手写的字更加的洒脱 而且富有自由的灵魂 您说的话真深啊 哦 这儿 这是新一季产品代言人的邀请函 还有这些是关于各个代言人的造型设计 您看一下 摄影棚的事怎么样了 已经安排好了 哦 对了 你通知他们一下 我下午会亲自去摄影棚那边监督拍摄事宜 好的 老板 还有事吗 没事了 好 好 好 迟墨 迟墨 今天我就给你改一改 你那劳股板的时间 你的计划毫无用处 昨天一无所获 昨天的也不是我计划了 你说什么 我是说呀 就我最近的研究表明 在这男人和女人之间啊 你要是表现得越屌越拽越难以驯服 可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越高 相反你要是 无为诺诺百依百顺 可能他就会看清你 所以呢 我决定我们再也不要走这种苦情的路 我们要逆袭 我们要爆发 怎么逆袭 说到点上 这是我最新研究的前任工业套餐 然后你看第一项 就叫做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 嗯 退到无路可退 就你这些素主义 赶紧把自己的店砸了 滚 郑小姐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但你不能侮辱我的职业 有钱 顾客就是上帝 我们做服务业是有尊严的 好 老聪明 你又搞砸了知不知 你今儿不用去门店 你去设计房子 那大明星明明都跟咱们签了协议 就因为你的陨石借着抄袭事件 人家说啊 代言有争议的产品 影响人家形象 现在解决活动都在我这儿了 你说气不气人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这件事情都是我处理不得当 你多怪我 都是因为我 我不管谁对谁错 现在咱们陨石系列要重新上线 你 去把那大明星给我请回来 是 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努力 挽回公司的损失 加快我吧 好 好 来 准备圈 非常好 好 来 顺便来一点 好 我跟你讲 你一会儿跟她说 多拍我侧脸 我侧脸好看 好的好的 我会跟对方说明的 不是说明 是要跟她说清楚 知道了 好 酒酒吧 好 王老师 王老师 您真的在这儿 你真人比上镜更帅 我特别特别喜欢 你之前那个电影 谢谢 给人家几张我的签名照吧 您误会了 我不是你们粉丝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美科拉美的设计师 我叫郝聪明 谢谢 你就是那个一搞多卖的设计师是吗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误会 我这次来呢 也是希望您不要解除和美科拉美的合作 毕竟这样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 我打断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来和我谈合同的话 可能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下午拍摄安排得很晚 对不起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我就在 我就在旁边等着 然后您看你什么时候忙完了 有时间了 方便了 我们再聊 好不好 等这么长时间了 大家是不是想喝点什么东西啊 是啊是啊 我去买 您要喝点什么 龟林高河 里水 我最近有点上火 好 我这就去给你买回来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下午茶 给我们王老师请客 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人 不可能只看到我一个人喝 你说是不是 我明白 我理解 那大家要喝什么 我登记一下 我去帮大家都买回来 好吧 好 谢谢 你好 你要喝点什么 好咖啡 你说的美卡拉米是不是在搞笑啊 拍志梦想回来什么意思啊 喝点什么 想让我回心转意吗 喝点茶 等他这些东西全都买完了 咱走拍吧 金秘書 我要你立刻 马上现在 把咱们最大的摄影朋友清掌清楚 我不管 总之我现在有急用 看到没 非常抱歉 今天这个摄影棚暂时不能用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灯光什么全都摆好了 你说不让拍就不让拍啊 我们也是临时接到上的通知 不过我们为大家 准备了另外一间摄影棚 麻烦您请一尊预布 如果有任何损失 我们迟事一定会赔偿的 也希望大家 能够把工作相关的东西 稍微清空一下 谢谢配合 谢谢谢谢啊 慢走 慢走 小心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水来了 人呢 怎么样 金老师 非常完美 可以吗 这样 准备开始拍吧 聪明 晓晓 怎么会是你啊 王老师呢 王老师是谁啊 不知道 但是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想你喽 我过来看看你不行啊 好啦 我是来试镜的 试镜 别闹 我没闹 我来参加吃事集团 新一季代言人的试镜 一会儿准备在这儿拍点东西什么 但是 刚刚我来这个棚的时候 是王老师他们在拍啊 没走走棚啊 这个楼里棚挺多的 估计他们去别的棚 行啊 晓晓 你现在都已经开始试镜了 改天混上了代言人 我也可以好好地跟朋友选拥去 你呀 我有点儿熟悉 真是 那你好好拍 可以了吗 稍等 怎么了 快 你也来拍一张 不行不行 还没什么事儿 你看那头就好 来 快过去帮忙 莎莎 莎莎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了 莎莎 你醒醒啊 聪明 你在 我在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我答应你 聪晓晓 只要你没事 我就做你的女朋友 我还算算了 这么小多了 savoir 我说你 咱说 有点好 你 有点好 你 你 有点好 满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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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总 迟总 这海报上不就是他吗 对啊 是迟总啊 进来 老板 这一美老师一直坚持用他 说他对时尚的把握有独特的见解 而且效果确实不错 有他资料吗 有的 看这么明目张胆地参加广告拍摄 真是狗嚣张 照片上的模特和老板好像啊 老板 老板 看我不是很满意 和另外的人在意 老板 但是我们的时装发布会已经订透了时间 如果现在换人的话 那可能会来不及了 而且咱们的损失也会很大 这是你要解决的事情 不是我要解决的事情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经理 你找我啊 迟迟集团你也去过几次了 省回首落的 你去交接一下与世系列的后续程序 又是我 又要见到这么那个大变态了 别急急歪歪的了 那边工位都给你安排好了 是 我马上都去 经理 好 这是谁啊 这个呀 领头的就是DJ的灵魂人物 人称中国版时尚女魔头的一美老师 一美老师 嗯 后面跟着的 是她的御用造型师 御用摄影师 美甲师 还有吉他手呢 这么厉害 这么多助力啊 不过啊 这些都不是重点好吗 只要一美老师来咱们公司呢 那就只能有一件事 什么事啊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就是关于咱们新产品的代言人问题 咱们老板吧 不想用那个模特 但是一美老师吧 一定要用那个模特 这不过来开丝了 模特 是谁啊 据说咱们的代言人啊 长得跟咱们老板特别像 而且比咱们老板更加白嫩 据说呢 还是个90号的小鲜肉 那个鲜呀 简直就是个移动的荷尔蒙机器 是小熊 把您别生气 把您放进去 看你们总裁的任性指数呀 我大概也知道她是多有钱 可是钱对我没用 我是个很安惜自己羽毛的人 用大明星文杰 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 我能不知道她啥样吗 就一绣花木头熏过的腊肉 能和我们家晓晓这个小鲜肉比吗 这纯属我们老板的个人喜好 您千万别上街 您去那边去休息 您到那边去休息 这件事情我一定帮您解决 一定帮您解决 苍明 你来了 金秘书 刚刚里面怎么回事啊 他们两边掐起来了 掐起来了 就你们老板那样 还有人敢跟他掐家 就金老师一个人不停地在说 从头到尾我们老板就只说了一句话 出去 宋总主 你来了 老板正在里面发语息呢 我先走了 不就一个模特吗 哪有这样的必要 是不是最近 有什么办心事 没事 这件事已经定了 换那个明星文集 那好吧 是吧 我的小鲜肉估计没戏了 我刚听金秘书说 总裁已经把他文件夹里的小鲜肉的照片 换成那个男明星了 只要那个文件夹送到企划部啊 很快就会送到印刷厂 再见了 我的小鲜肉 好 吃松葱 好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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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吗 出了吗 其实 我是可以解释的 说 这个事吧 这个代言竟然是属于晓晓的 作为他的女朋友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得帮晓晓把代言抢到手 可恶的迟墨 我不会放弃的 迟总 你要回家了 我想起来我还有东西落在那里 可不可以再我一场 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 默认了 你干嘛 开那么快 是 沈默 您 是不是在找这个 不是 那什么啊 我就是那个 我就是 我 我 叔 为什么要更换照片 难道照片里的人 你认识 你看你刚刚那个动作太大 我怕你书家会倒 说 宋老嫂是我的男朋友 我为男朋友出头天经地义 怎么了 你说宋晓晓 是你男朋友 对啊 跟他分手 你又不是我爸 你还管我跟谁谈恋爱呢 你跟谁谈恋爱都可以 唯独他不行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他的电话我不要接 他说的事情也不要相信 如果他出现 马上跟他分手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因为他就是个骗子 他是个不该出现的大猫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家晓晓啊 你认识他 可是我们家晓晓说他根本不认识你啊 我当然不认识他 那不就完了 你管那么多呢 我跟我们家晓晓正大光明的谈恋爱 一没有违法 二没有违背社会道德 你管得着吗 倒是你 你内心阴暗 出尔反尔 还有一桩屁的男神这病才是最危险的 我 一桩屁 你这么快就忘了 那天晚上大半夜的你叫我送红酒去酒店 郝聪明 郝聪明 你到底想要什么 钱 名誉 还是想让他当代言人 我都可以满足你 但唯一的条件 你必须跟他分手 如果我就是不分手呢 你能帮我怎么样 对 我不管谁反对 马上给我吃下宋晓晓 还有 以后跟池氏集团有关的产品 全部都搞封杀塔 在池氏集团的内部 不要让我再看到 任何跟宋晓晓有关的海报 听懂没有 宋晓晓 好 不管你想做什么 我都不会让你得逞 不好 喂 老板 公司那边传来消息 说临时更换的代言人坐地起价 要求代言费增加百分之三十 超出了预算 您真的要换掉这个宋晓晓吗 这样有些得不偿失 她说什么要换下我 一群没有品位的智障 喂 喂 你听我说啊 马上召集所有相关人员 对 我要今天晚上 大街小巷全部贴上宋晓晓晓的海报 什么宣传册马上印 网上的宣传药跟上 对 立刻马上 你没听错 不 齿木 你自己不好好利用这个身体 还嫌弃我的海报 那事办得怎么样了 齿氏集团股份百分之七 做得干净点 别让人给查出来 爸 宝珠 你 你回来了 以后再说 爸 你刚刚在说齿氏集团的事情啊 你听到什么了 齿氏集团百分之七的股份什么的 爸 你私下想收购齿木家的股份啊 百分之七那就是大股东了 可以行使股东权利的 八主 这商场的事 一个女孩子家就别掏嘴心了 找个好男人 是吧 结婚恋爱这才是正事 最近是不是缺钱还了 那我给你拿点 爸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还要什么零花钱啊 爸 你把齿氏集团的股份转给我 我想我可以利用这个 把齿墨追到手 八主 你说什么呢 转让股权那可是大事 这岂能当儿戏啊 爸 我是您唯一的女儿 郑家唯一的继承人 你不转给我你给谁啊 那也不能为了便宜的那个齿墨啊 万一 说你着了他的道 这股权有可能就不姓正了 爸 只要我跟齿墨结了婚 那齿氏集团的下一届继承人 就一定是我的孩子 那到时候整个齿氏集团 有一半可是姓正的 可是 爸 你就给我吧 要不然我就终身不嫁 我就缠着齿墨 我不嫁也不让他娶 好好好 那等我考虑一下 你还考虑什么呀 爸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你呀 什么 你说迟墨到了咱们门店 去吧 迟墨 你怎么来我这儿了 业务洽谈 真的 别看了 口水擦一擦都掉到桌子上了 真的好帅好帅啊 他以后 就成为我的 新男神了 我能读懂他的背影 伟岸 而又有安全感 他 他是男的 我刚刚握的这只手 分分钟几千万人民币进账 我肯定能沾点喜气 你看 我这手是不是比刚才还白了点呢 白白白白白了 白 聪明啊 几天不见 你整个人 简直是焕燃一新哪 有吗 聪明 你知道吗 今天啊 陈氏集团总裁 亲自来咱们公司呢 清点你做珠宝设计师 原来迟墨来门店 是为了清点我做珠宝设计师 怎么回事 听到这个竟然还有点小感动 要不这样吧 为了答谢大家 那晚上我请大家唱K 那你干嘛呢 这工作时间知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在公司里做出点业绩 成天想着唱K唱K 对了 好聪明 来一趟 好聪明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要给我加薪 生日加薪都不是个事 只要你能完成我给你的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 跟池氏集团战略合作 啊 经理 咱们能不能有点骨气啊 我刚刚从卑躬屈膝的那种状态 恢复了自由 你现在也要让我去抱大腿啊 说什么呢 什么抱大腿 会说话吗 这叫战略合作 你看啊 第一步你按照我说的做 咱们跟池氏集团现在已经 化干戈为玉帛了 这下一步咱们强强联手 踏山之石 可以公寓 但是这跟池氏集团有什么关系啊 你傻呀你想 池氏集团这么大的产业 现在要注重新媒体力量 给影视周边开发的视频 卖给粉丝简直跟抢劫一样 他们的短板就是咱们的长处 咱们的优点放到他们的平台上 就能发展得更加强大呀 聪明啊 加油拿下这一单 我一定给你升职加薪 助你走上人生巅峰 颠峰颠峰 我回公司了啊 加油 池氏自己就是个大坑 离开了池氏这个大坑 我才天天都是颠峰 不进来吗 进 进 进 当然进了 我可是代表美克拉美 来跟你谈战略合作的 糟糕 不是原家不剧头 这样的情节 一般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吧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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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空气 我是空气 在公司都不避讳了 都同进同出了 我 我没有 我没有跟你说话 我当你是空气 他怎么知道 我当了我当了 设计稿是你搞的不成了 你调查我 你为了他你居然调查我 池氏你到底上能量 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 池氏 昨晚一天你快饭回来了 这款遥光之星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钻戒 遥光是北斗七星的第七颗星 是北斗星的斗饼 由它来指引方向 那么以这颗星来命名呢 就是希望钻戒可以像星星一样 指引那些在爱情中的路痴 早日找到它的真命天子 那个叫什么 玉衡 那那颗呢 遥光之星 遥光之星 好美的名字啊 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 你喜欢天文啊 郝总铭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你别忘了我们有阅法三十条 所以我们把这款钻戒命名为 遥光之星 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都很不错 大家认为呢 我觉得这确是 等等 郑小姐是股东大会决定的新任珠宝项目负责人 并且郑小姐有百分之七的股权正在过户 所以很快 郑小姐就会成为池氏集团的股东之一 欢迎欢迎 谢谢大家的信任 这位女士的设计勉强过关 据我所知郝聪明是吧 有抄袭前科 我们公司之前的陨石系列 因撞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而这场事件的主角 正是大家面前的这位郝小姐 撞车事件之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那是池总大度 下面的人也没法说什么吧 要开始反派女二号的戏码了 我郑宝珠做事一项公平 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视频 我自当赔罪谢礼 如果设计不出 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 你说是吗 真狗血 万年老乔都得不能换一个 这招数 还顶管用的 好 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 如果我可以设计出 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 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 达成两家的战略合作 好 好 那我就等着你的作品 正式集团 怎么能拥有百分之七的股份 这事你时间不知道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奇怪 应该是恶意收购 应该是恶意收购 宋总住 这是最新的双张策和海报 请过目 怎么还是宋小姐 我不是告诉过你换人了吗 施总 这不是您亲自决定 要把它换回来的吗 出去 我让你们出去 好的 老板 迟大爷 迟大爷 你最好乖乖地让我的海报上市 否则我有更劲爆的代言方式 想不想挑战一下 取决权在于你 好好想想 我说以后啊 我们的什么设计稿呀 电脑呀 可都得小心点 万一 就是啊 可危险呢 各位 有哪位要与我好聪明比试的 尽管爆满过来 背后落人长短 起飞大侠做派 你在干嘛呢 站那么高干嘛 我 我是看这个灯好像有什么问题 你看啊 这上面好多小虫子 是不是应该打扫一下 阿姨 珠宝研发部刚刚成立 我看了之前的方案 这个钻石侠周边开发得很不错 我会以它作为我第一个项目 郑小姐 这个钻石侠的IP呢 大家也都很想做 可是自从三年前断更以后 就没有消息了 这个作者更加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 我们也一直很想联系他 但是 好了 这世界上只有不努力的人 没有成不了的事 我要三天之内拿到授权 三天 我看这件事情 就交给郝聪明小姐办吧 我这人做事一向公平 交给郝小姐 自然她最合适 诸位还不知道吧 郝聪明可是位网络作家 还出版过一本 我叫郝聪明的畅销书呢 这可是你的优势 好好把握 但是我是真的不 我们给郝聪明鼓赏 还没有 是吗 clam по私人 我把郝聪明的照片给你 你打过去 这个容我再考虑一下 你好 这个好像不太行 你有消息了是吗 等等我记一下 好 好 好 我再查一下 查一下 刚摆平一个大魔王 又来了一个女魔头 你没看到 她今天在办公室 整体像要吃了我一样 难道是因为迟墨 我跟迟墨假同居的事情被她发现了 韩逸 该不会是你吧 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 我早就跟她闹掰了 上一个套餐她居然给我差评 你知道吗 气得我呀 从此以后跟她老死不相往来 况且那条消息应该值不少钱 我怎么可能把商机 这么轻易地泄露给她 那怎么办呢 听这话小楚 您是遇上什么事了 她让我拿到 赞世霞的周边开发授权 要不要我帮你打听打听 盗上的消息 最近求 没钱 跟我还提什么钱啊 这样 你先欠着 不过 听起来这事也没那么简单 对啊 我自己就是钻石霞的脑残粉 当年的盛况跟盗墓笔记有得一拼 只不过三年前断更了 据我的分析呢 这个作者是一个单纯善良 甚至有点小羞涩的男生 他对天文学有很高的造诣 富有浪漫情怀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心爱的女生 不过作家圈里面有人说他写文猝死的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 他是跟他心爱的女生 一起去过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了 老板 郑小姐要好聪明拿什么钻石霞的授权书 钻石霞 您知道 但是难度有点大 这个作者已经推出网文件很多年了 这小妮子可真够折腾的 我知道了 喂 那就拜托你了 不是 我给你找到现任了 你哪儿呢 怎么还不来 这么大热的天 我一个人巴巴地站在这太阳底下 别说热成狗 我都快给热成十二生肖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情况有变 昨天我收到一个匿名短信 说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寻人启事 特地告诉我钻石霞的情况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粉丝 看不到我有难 我说好聪明 你虽然叫聪明 但是你得知道那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咱能不能别老干傻事被人骗 怎么就是被人骗呢 她又没有要我什么劳务费 请问是郝聪明小姐吗 你等一下 我是 有你的快递 请您牵手一下 好 我先挂了 钻石霞授权书 你不是说钻石霞方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那按道理讲是这样啊 据我的先生说 这作者三年前就去世了 那为什么还可以拿到授权书呢 会不会是遗嘱继承人啊 滚 明天早上八点的会议啊 记得把设计稿给我 我拿着去复印一下做成文件夹 设计稿 什么设计稿 你们要收到邮件吗 没有啊 我看看 真的有 这电脑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一台 就行了 也就是 有点